巨星陨落,曾写信道梅艳芳,西城秀术史梅姐如亲昧日本殿堂及梅艳芳。 男歌手西城秀术于70、80年代爆红,与同期出道的湘玉美和野口舞郎,被称为新玉三家,而已顾歌后梅艳芳,梅姐亦是西城的超级粉丝,西城和梅姐曾传绯闻。 梅姐和西城秀术相识多年,梅姐更曾担任西城秀术歌迷会副会长。 而西城秀术当年上过《欢乐经销》,指梅姐是她的好朋友,当时梅姐还颁发金钞片于西城秀术。 梅姐于2003年离世,西城秀术曾亲笔写信哀悼,表达对梅姐离世的悲痛,而西城还表示是梅姐如亲生被美不满被巢四大妈。 宾棋部晒健身片平反现年39岁的日本天后宾棋部,县正忙于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出到20周年,但却因大妈身形再度话题。 日前,不解在Instagram上载洛丽健身的短片,为自己平反。 另一方面,不解因经常在网上失言,惹来网友留言批评,故他最近已关闭了社交网的留言功能。 不过,近日有歌迷在齐恩世间FX社长松浦圣人的Twitter留言,投诉不解的演唱会内容已成不变, 换声多过唱歌,演唱时又表现失准兼打扮过时,希望松浦圣人做出提醒。 而松浦圣人亦回应网民会向不解反映梅艳芳爱北痴迷。 为西城秀树解除婚约梅艳芳与西城秀树接受访K100期间,梅艳芳一直望时西城秀树。 曾与亚洲红极一时的日本歌手西城秀树,八、九十年代于已孤香港歌手梅艳芳、张国荣等忍熟,梅艳芳更自小视西城秀树为偶像, 未入行前更曾认对方歌迷会副会长,17岁时梅艳芳已订婚,但由于太痴迷西城秀树,另未婚夫无法忍受, 最终借除婚约。 之后梅艳芳加入娱乐圈,与西城秀树中有合作机会,并曾与日本举行的亚洲青年音乐会中合唱,并传出绯闻。 2003年梅艳芳病逝,西城秀树悲痛不已,更亲自写道文悼念故有,旨意知识对方为亲妹妹西城秀树心脏衰竭离世。 中年63岁日本男歌手西城秀树因心脏衰竭,于昨日日本时间晚上11时53分于衡宾市的医院离世。 中年63岁,他于4月25日于家中晕倒送院,最终返魂伐术。 其家人将为他于本月25日在东京青山葬礼所摄灵,26日出殡。 西城秀树于70年代走红,当年凭住一曲YUMMANYMCA,风靡日本及亚洲各地。 但近年健康麻麻,2003及2011年经历两度中风后,留下后遗症,导致右本身麻痹。 虽然行动不变,但西城秀树依然毛放弃歌唱事业,去年10月曾开扫及推出DVD, 纪念七初到45周年首个偶像病逝。 苏永康激赞西城秀树出色日本男歌手西城秀树因病离世,中年63岁。 歌手苏永康对西城秀树的思讯感到惋惜,他向东王表示, 其实西城秀树第二次中风,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因为一家网上平台发达, 我希望上帝树前年60岁在同歌迷在居凯最后一张唱片, 我有特登飞去日本买。 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我都无开心, 因为西城秀树1978年第一次离香港, 虎应该戏我生命中第一个偶像。 鸡赞西城秀树出乡苏永康去说, 如果大家第一番好多虎过去开演出, 传统所有艺人应有楷生色异, 虎都有。 虎原本戏一个鼓手, 虎打鼓好了, 虎已都自创作一个表演风格出离, 影响当代好多歌手手。 可惜渠习48岁凯一次中风, 中风习十年内好容易第二次再发, 珍惜好不幸。 数年后, 渠再发第二次, 之后习往上帝翻局以前唱歌好声猛, 后背已经要问邓里唱歌, 所以好唏嘘。 我又递过渠凯访问, 中风之后渠说话都讲舞蹈, 条例都讲舞蹈也, 靠渠对宰女精神支撑渠去慢慢学翻, 奇迹的起翻席度唱歌, 好可惜又病发, 暴走两次血管都应该问题好大, 所以我有心理准备, 好无愿望去接受那个事实。 你地区同期开歌唱首相玉美非常之健康, 健康戏好重要。 西城秀属席我新著面戏代表著70年尾, 80年代初日本已能借一个最top, 曾经最红一个歌手, 异戏第一个席北京可以开演唱会看日本歌手。 去坐坐好多日本歌手毛做过开演, 第一个冲出日本离香港开歌手。 梅艳芳牵线时西城秀属苏永康在表示, 我平时讲野毛含杂乱, 那个感受好难形容。 一家我唯一希望去凯太太同两个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 家人节哀。 我同曲只有一面之缘, 我习曲面前胆敢唱当年凯careless whispers, 因为没解,没艳芳,叫。 唱完之后去航上台送做一支烟壁我, 但我无食烟, 本来想keep住, 但逼个朋友时作, 我中闹做个朋友一餐, 各个朋友都无习度走昨天。 所以生命系好脆弱, 好多也无细你掌握之中, 大家都要活在当下, 接受那个事实, 永远怀念我开偶像西城秀术。 西城离香港玩, 美姐带徐出去扑, 特登叫买我。 徐第一次习伊丽莎博体育馆开手, 我前作几星期零用钱买作张150美元第一行凯飞, 当年中未有新秀歌唱大赛, 因为美姐个样好艺人, 之后到美姐参赛开时候, 我中任的曲戏西城开歌迷。 我第一段婚姻失败开时候中住席潜水湾, 美姐试过半夜入离潜水湾同我星际, 星际开时候, 我弟都中戏听进西城阁。 蔡乙杰网上悼念苏永康旭在社交网悼念对方, 我省大部分人都无知相众人编歌。 曲戏我生命中第一个偶像, 一个真正深色异剧全楷表演艺术家。 他在舞台上的一切仍然深深影响住现在的我, 他不须再受苦了, 我永远记住他最灿烂的一面。 永恒的西城秀树先生, 请安息。 另外,曹蒙成员蔡乙杰亦在网上发文导演西城秀树, 指对方是赤扎一时的实力派偶像歌手, 望对方能安息。